而桃園機場群聚感染事件 至今一共是有五個人確診 其中的一名案17230 精明清潔女工 她在去年底12月30號跟31號上午 都曾經前往中立的中間市場來擺攤 為此市場是修飾三天 同時進行大清修 那麼另外周圍設立三個篩檢站 民眾只要是有足跡重疊 甚至是有疑慮的人 都可以前往去篩檢 而如今新增第五名確診者 由於家住中立 現在也讓桃園市長鄭文燦 緊急呼籲民眾口罩要戴起來 化水邊進駐桃園中針市場 全副武裝進行大清銷 每條路每個攤販 每個棋樓空間都不放過 因為清潔人員案17230 確認感染Omicron 而她在12月30及31號 早上9點到12點 都有在市場擺攤 賣小孩公仔 今天中針市場 已經完成兩輪的消毒 那我們今天還要針對中針市場 以及附近23個里 進行大範圍的消毒 希望能夠確保社區的安全 桃園市長鄭文燦 親赴現場視察 嚴格緊盯消毒狀況 中針市場4號到6號 休市三天 周圍也緊急設立三個篩檢站 呼籲足跡有重疊 或是有疑慮的民眾 盡快前往篩檢 一大早八等篩檢站 擠滿人潮 大家排隊裁檢 只為求個心安 去市場買水果 去市場買水果 30號的 對 他會不會擔心 是會啊 當時還好我是沒有去台那個巷子 但是你說怕別人有接觸過 跟他買東西 你怕碰到這樣子 畢竟市場是供那麼多人在走 對不對 如果我們家還有小朋友 我們都會怕啊 希望平衡度過 說真的 所以我們一大早就趕快來檢查 對不對 大家安心一點 民眾人心惶惶市場攤商也不敢逗留 但還是由米乾店家開門做生意 業者認為自己算是在市場外圍 比較不會受到疫情影響 昨天就有比較差一點 今天是更明顯 對啊 他有沒有覺得很突然這樣 我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啊 雲南米乾是桃園著名美食 卻因為確診者到過中正市場 游客銳減生意一落千丈 業者只希望這波疫情趕快過去 讓他們有收入可以過個好年 記者無上限周宇 SNG小組桃園採訪報導